隋文帝沒有變法之名 但他有變法之史 他的政治制度 竟然在中國延續了1400年 貫穿大部分的地治中國的時間 阿佛大學竟然憑隋文帝為 這在古代來講是非常偉大的工程 在隋文帝有一個非常大的弱點 除了追求財富跟權力之外 隋文帝似乎沒有更高的一個理想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隋文帝到了晚年 他沒有一個接班的部署 如何讓我的帝國能夠長之久安 他並沒有規劃 後面這1000多年後面 你看其實陽間最大的問題就是 文化水平不夠高 造成他後來發生一連串的事情 當年賈儀說秦朝素王那句話 用在水朝上面還是用得上的 叫人意之不思 攻守之士義 就這麼簡單 你不幹好事 最後就不會有好下場 所以總是那句話 人類唯一學不會的教訓就是 歷史教訓 歷史總是會輪迴發展 歡迎收看今天的後來座談 我們今天繼續來談我們的歷史講談 最近我們在談大恩斯人系列的隋文帝 講到了他的故事 隋文帝如何開拓他的帝國 400年的大亂終結在他的手上 看起來就是三個字叫做快很準 做什麼事都很快 可是沒有想到他的帝國滅亡也很快 有人說這叫兩四而亡 那你硬要再加一個 三四而亡也沒有問題 基本上看起來又有點像是秦朝的復刻版 為什麼一個如此強大的帝國 甚至被西方人稱之為 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 他所建立的帝國 他所達到的高度 積累的財富名利等等 甚至到了唐朝的巔峰期 都沒有辦法達到 可是卻快速的在他兒子 隋陽帝的手中給敗掉了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什麼樣的原因讓他這個帝國 如此的輝煌 但是又如此的如炫難的煙火 講到這個歷史問題 當然我們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王立本學長 學長好 主持人好 還有全世界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來跟大家聊聊 雷文帝的故事 上次我們已經談到說 他已經把無絕給分成東西 也南下把層給拿下來了 上次很多人說很有感 原來不斷的演習 有一天突然轉個彎 可能國家就再見 拜拜了 不過不管怎麼樣 更重要的是 他確實終結了400年的大亂世 他終結這個亂世之後 其實北邊的壓力 還是絲毫沒有減輕 他要用什麼樣的政策來處理 他跟西北這些部族的關係 稍微再講一下 隋文帝 水潮的問題 其實隋文帝在統一國家之後 就是他滅了成國之後 始終都有一個問題 是他必須要解決 他對外問題大概就剩下 有兩大項比較嚴重的 第一個就是面對 我們上次已經提到過一部分 北方的突厥 突厥雖然在他的一間政策之下 分成東西突厥兩部 就簡單說 他成功的造成突厥人的分裂跟內戰 但是並不代表突厥人變弱 突厥還是非常強大的 這是第一個 就是在他的整個帝國的北疆 另外還有一支部族 對他來說也很重要 就是在今天中國大陸的青海省 以青海省這一帶 為主要的一個國家 或者你說是一個漢國 就是歷史上稱作叫土域魂漢國 這個國家的戰略地位很重要 因為他雄距在青康藏高原 跟河溪走廊之間 這個國家也等於是當時 水朝跟已經逐漸在強大的 吐蕃之間的一個緩衝區 當然也影響到水朝 往西域的方向的交通 所以這個國家也很重要 那水朝在水文帝在任的時候 主要的目標就是如何能夠跟這兩者 建立一個穩定的關係 各位請記住是穩定的關係 水文帝跟歷史上一個開國皇帝 在對外的政策上有點像 誰呢 就是我們之前講過 漢光武帝劉秀 他們都是開國皇帝 但是他們不主張對外動 他們認為帝國的內政建設 會比開疆拓土更重要 而且水文帝也對開疆拓土 我們不是那麼樣的有興趣 所以對他來講 追求帝國有一個穩定的邊界 然後跟四周主要的國家 有一個穩定的關係 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看水文帝基本上 很少發動什麼樣的對外戰爭 就算是有戰爭 也只是防禦性的戰爭居多 我們先講一下他對突厥 他對突厥跟對土育魂 其實方法也差不多 除了我們上次講到了離間政策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他開始的核心政策 隨文帝的核心政策 在歷史上算是相當成功的 我們看597年 其實這個時候帝國統一還沒有多久 他就把安逸公主 就是他水朝揚家的王室的一個女兒 安逸公主就嫁給了當時 東突厥的起名可汗 各位這個時候 突厥還是非常強大的 不過安逸公主嫁過去之後 似乎好像有點水苦不服了 所以過了兩年就去世了 在安逸公主一去世之後 他立刻又嫁了另外一個 養家宗師的女兒 就是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 逸城公主 逸城公主就很重要 研究核心政策的 中國跟日本學者都認為 逸城公主應該從漢朝核心政策以來 到這時候為止 中原王朝的核心政策當中 最成功的一位 下一個能跟他比的是誰呢 大名鼎鼎的文臣公主 那已經到了唐朝之後了 所以逸城公主當時就嫁給了起名可汗 後來起名可汗過個幾年去世之後 逸城公主後來又陸續嫁給 起名可汗的三個兒子 各位不要覺得奇怪了 北方遊牧民族的觀點是這樣 這個女人就是男人的財產 這個我實話實說 父親去世之後 除了自己的親生母親之外 父親所有的妻妾兒子都可以繼承 而且有照顧他們生活的義務 我們可以這樣講 所以我們也不要覺得這奇怪 這是觀念上的不同 這叫收季婚 這個是北方遊牧民族的一個常態 一直到了蒙古人的時候 因為可能受中原影響 觀念才漸漸改變 對沒錯 因為在朝原遊牧民族上 也的確有這個需要 因為起名可汗的三個兒子 紫碧可汗 楚羅可汗跟捷利可汗 相繼即位 他又相繼嫁給了他這三個兒子 不過這位逸城公主可想而知 他應該是非常美麗 而且非常有智慧的 在他當政這段期間 基本上東胡爵沒有給水朝 造成什麼邊際上的困難跟問題 而且應該說他嫁了父子四人 對他都非常的寵愛 他跟在大興 就當時長安的他的娘家水朝 也一直保持著聯絡 他甚至於還常常帶水朝的皇帝 向北方突厥各部 傳達皇帝的一些命令 所以在逸城公主在突厥期間 中國跟突厥的關係是非常敦目的 不過後來我們知道 隨文帝死後沒有多久 隨楊帝即位 大葉六年開始天下就大亂了 天下大亂之後 當時整個中國的狀況就不好 然後東突厥又開始向中國的邊界發動進攻 不過大部分也是劫略性的進攻 各位請注意 突厥人跟後來突厥之後的回合人 他們都是劫略性的進攻 就是他們對中國長城以南的土地 沒有那麼樣的興趣 他們貪圖的是財物財寶 所以後來李世民用的方法也是 那逸城公主在的時候 突厥人趁著中國當時的狀況不好 像長城以南才發動一些軍事進攻 不過大部分的時間 逸城公主的話 都還能夠得到別人的信任 所以還是沒有發生什麼大規模的戰爭 知道後來隨陽帝我們知道在揚州被附下 宇文忽絕人的 壞宇文化籍的部隊 又被當時起兵的群雄之一 窦劍德擊敗 之後俘虜了隨陽帝的太太 就是當時的蕭皇后 跟隨陽帝的一些子孫 窦劍德後來又把這些被俘虜的 隨朝陽家的皇室 全部護送到一城公主這邊 從這動作我們就看得出來 東突厥當時跟隨朝的關係之密切 幾乎等於是隨朝王室第二個家一樣 一城公主活的時間相當長 後來一直到唐高祖李渊 李渊武德末年基本上統一了天下 後來又到了唐太宗的時代 唐太宗時代開始對東突厥 就採取不一樣的政策 在唐代的名將李靖 北伐東突厥 我記得是在貞觀二年 北伐東突厥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攻入東突厥的王庭的時候 據說就俘虜了一城公主 才將他當場斬首 不過唐軍也把我們剛講的 蕭皇后還有隨陽帝 一些子孫也俘虜 但唐軍並沒有把那些 隨朝的王室都殺掉 大部分都被李靖送回長安 唐太宗也善待他們 也給他們關注 後來他們子孫還在唐庭 越住越高 到了高中朝的時候 陽帝都生孫奈輩了 不少人還當了大官 所以隨文帝對東突厥的 和親政策取得很大的效果 我們從一城公主的例子看出來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 一個和親比較成功的 就是對土玉魂 就我們剛講 土玉魂姓慕榮 她是顯卑族 在魏京南北朝時期 所建立的一個國家 嫁過去也是一個中世女 就是我們在畫面上看到這位 光化公主 後來她嫁給了 當時的土玉魂的可汗士福 其實她的權名就叫做慕榮士福 不過後來土玉魂 陸續發生幾個內亂 我告訴各位 土玉魂剛好是夾在三個大國家中間 對 就是水草 西圖爵跟 浦波 所以她的地位也比較尷尬 那她內部的各部族 對到底該臣服於哪一個勢力 也有不同的意見 雖然內部並不安定 光化公主嫁過去 有一段時間 土玉魂跟水草的關係也還不錯 慕榮士福去世 士福的弟弟也繼任為可汗 之後光化公主還嫁給了她的弟弟 不過後來土玉魂發生嚴重的內戰 而且這個戰況非常的激烈 水洋帝還一度派軍 將土玉魂收入版圖 不過時間沒有很久 我記得只有五六年吧 後來中國也大亂了 也大亂之後 土玉魂就趁機復國了 對 後來到唐代的時候 還成為唐朝的附庸 他的武漢也一直受唐朝的撤封 但一直到了唐高中之後 這個國家才逐漸慢慢的消失 這邊要講就是說 隨文帝不用大規模的戰爭作為手段 他主要是用外交跟和親的政策 來作為對北方民族安撫的一個手段 那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基本上安定了水朝的北方的疆界 各位也因為如此 所以隨文帝爭取到了一個很好的 一個和平的機遇 他才能夠大刀闊斧的來進行改革 也才讓水朝的盛事得以實踐 所以這是很重要 我這邊補充幾個隨文帝核心政策 影響深遠的地方 第一個其實在安逸公主跟逸臣公主之前 北周王室其實也有嫁公主到 大逸公主 對 叫大逸公主 不過這大逸公主後來 隨文帝接位之後 一開始還把他赤姓楊 希望他為新成立的水朝來效力 但是大逸公主並不願意 後來啟民可安就把大逸公主給殺掉了 因為宇文家幾乎被楊家殺光了 已經變世仇了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說 北方這些政權 不管他是胡人政權或者是漢人政權 他們是蠻願意跟更北方的這些遊牧民族 來做接洽的 因為可能跟他們本身也有 少數民族的血統有關係 這跟漢朝就不太一樣 漢朝不管像最有名的像王昭君 還有很多的這一些所謂的家人 他事實上他不是真正的流性忠視 他很多都可能是收養的 透過世信的關係 因為講白了當時的漢朝 他對於北方兇主他是看不起的 所以這個和親是一個相對比較薄弱 而且他影響力也不強 但到了北周到了誰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文帝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把原本就是北周在實行的 和親政權他發揚光大 而且他讓像義成公主 這些都是有才能的忠實女子 他們雖然不是嫡系的 但是這些人他們的父親什麼 都可以查到他們都是真正的水朝的宗族 都是陽系的宗族 這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是真的有血統 所以某種程度他們真正有影響力 而另外這些女子像義成公主 甚至有人說她是要反唐覆隨 所以為什麼李靖把他殺掉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想借突厥的兵力 重新恢復水朝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李靖第一次二話不說把他砍 有大原因就是因為不把他砍掉 萬一義成公主又繼續的 在東竹爵裡面 帶著東竹爵來作亂 這個是唐朝他不能接受 所以後來唐朝換我嫁鍾女過去 唐朝也真的是嫁自己人過去 對好幾個 陸續和親非常的長 另外講土玉魂這個比較有意思 當時可汗市府還上咒說 是不是可以封光化公主做天后呢 好那這件事我們在開錄之前 跟學長討論一下 學長說這個就是慘媚一下 對沒錯 因為土玉魂是小國嘛 所以他的戰略地位重要 但他國家並不強 所以他就巴結水朝嘛 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跟帶來的公主共治國家 然後水朝其實也沒有答應 因為文帝沒答應 但為什麼他有這個idea 其實也很好想 因為水朝自己就是惡勝 對沒錯 因為文帝很怕老婆 大家都知道 這個時期還有一個內政的事情 可以補充一下 文帝的太太啊 獨孤皇后 他不是一個虛位的皇后 不是管後宮 他會管外朝 學長你是補充一下 獨孤邪羅其實在水朝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我們必須要講一下 獨孤邪羅為什麼對水朝的政治 有這麼強的影響力 一方面是因為獨孤家族的關係 他們家本來就是我們之前講過北魏巴住過 我告訴各位 本來他們家的地位是遠比楊家要高很多的 那楊間能夠顯貴是因為取了他的關係 我沒有記錯這件事 因為楊間取了他之後 他跟宇文家就開始有了親屬關係 楊家才開始水漲船高 這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老先卑上三旗 對 那你楊家是漢軍陸祭 台旗了 另外獨孤邪羅還有一點就是他對水文帝的用人 才是有很大的影響 就幾乎朝中的人士都經過他的同意 這一點 歷史上常常有人認為說水文帝巨內 其實巨內可能也有 但是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水文帝看到這個太太就矮一劫 因為他這個太太本來就楊家就比他厲害多了 所以他自然就會這樣 那獨孤邪羅影響最大的就是到水文帝晚年的時候 對於異廚這件事情 就是換黃廚這件事情造成重大的影響 當時反對獨孤邪羅這麼做的就是老陳高窘 就是獨孤邪羅除了對朝政的影響之外 另外也影響到後來的異廚 這個我們後面可以再說 他還有一個傳奇故事 14歲嫁給楊姦的時候就約定說 不可以跟我之外的女人生孩子 對沒錯 那他也很厲害 一個生十個 他說我五子同母啊 就是我五個兒子全部是一個母親 所以未來楊家的江山沒問題 就事實證明這個想法還是太美好 楊家的江山還是有問題 而且不只五子同母 五子加五女的同母 對就還有五個女兒 十個孩子 獨孤邪羅也是多慘的 十個孩子 他們家生育是掛保證的 對沒錯 那我們回來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土育魂當時這種慘媚 絕對是有效法對象 當然土育魂的問題還是在於他部族非常分離 還有土育魂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 因為剛才學長有提到 他是慕容鮮卑牽過來這裡 到這個時期慕容鮮卑的本部已經衰弱了 另外一個是他跟當地的疆人混血 所以他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普通 民族混合的國家 還有漢人也在這裡 是 就是河溪走廊過來的也在這裡 因為他其實主要就是河溪走廊 然後今天的青海西寧這些地方 這個地方本來就是各族混雜的 除了核清政策很成功之外 另外大家都知道 隨文帝還幹了一件很猛的事情 就蓋了一個超級強大的都城 學長是不是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隨文帝蓋的新都到底有多厲害 好我們要介紹一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關中的政治中心的重建 這不只是一座新的城市的建立 最重要是整個關中地區的復甦 其實我們上次有稍微提過 就是因為未未進南北朝 長期北方的戰亂 所以使得關中地區非常的殘破 但關中地區其實是有他的優勢 第一個就是他地理形勢一手難攻 剛好在關中盆地之內 第二個就是其實關中在當時的 整個農業的基本條件還是很好 他有餵水淨水等等這些河流可以灌溉 當時很濕潤 對 而且那時候氣候跟現在不一樣 那時候氣候比現在溫暖濕潤的多 所以隨文帝一開始的時候 也真的是雄才大略的一個皇帝 他很快就看到帝國如果要長治久安 就必須要有一個核心的一個帝國 心臟地帶的重建 所以他就銳意經營關中地區 所以就先建立一座新的都城 就是隨代的大新城 大新城就是後來唐朝的長安城 唐朝長安城就是在大新城的基礎之上 再加了一些改建 但是其實改建也不多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把兩張圖比較一下就知道 就是把皇宮的地方稍微再擴大一下 就可以了 水朝開皇元年 當時的楊姦就命令一位天才都市設計師 各位這時候只有27歲 我說他是天才絕對不是畫長宇文凱 在他的規劃之下只花了9個月的時間 就完成整個城市的規劃 然後開始建造 到了開皇3年 基本上就已經建造完成了 整個大新城各位可以看到 很重要一點就是 他建立了所謂的街坊制度 有看到嗎 又稱棋盤閣制度 整個城市四四方方 然後基本上是南北做向 整個城市他有非常整齊的街道的劃分 各位大新城就是後來的長安城 後來日本大化革新時代 又被日本人學去建立了 今天日本的京都 所以到了後來 因為皇朝之亂的關係 長安城又被毀掉了 我們現在要知道 當年的大新城 跟長安城是什麼樣子 如果今天各位有興趣的話 到日本京都去看一下 大概基本上就可以有一個 比較深厚的這樣的一個印象 除了建立大新城之外 還有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也是在宇文凱的主持之下 修建一個很重要的運河 叫做廣通曲 廣通曲是什麼呢 廣通曲有兩個功用 第一個就是他把黃河 跟衛水的交通線把它打通 就是把這兩條河的河到峻深 然後可以行走船隻 我們知道這個時候 帝國已經統一了 那帝國如何能夠把南北東西的交通 全部打通貫通 真正做到帝國實質上的統一 就很重要 那你長安當時的大新 作為帝國的首都 那你對外交通線一定要打通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他把水利措施完成之後 灌溉整個關中盆地 這個根據我們今天看得到 唐代的杜佑的通點裡面記載 到了水潮大業初年的時候 就是水潮最強盛的時候 整個關中平原地區 糧田超過40萬畝 這個是空前的紀錄 這在歷史上是整個關中地區 全盛的時代 所以有了充足的糧食 有了水利灌溉 再加上有了運河的貫通 使得關中地區得到了重新的復興 真正有資格成為帝國的首都 我們可以這樣講 後來水洋帝即位之後 又相繼開著了好幾條的運河 就是各位在畫面上看到了 所以文帝時代除了我們剛講的廣通區之外 還有一條很重要運河 就是貫通淮河跟長江的山陽獨 又稱寒溝 各位應該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在靠近右下的地方 這條本來是用來打仗的 是為了跟南方成潮打仗 為了運兵 就是將山東江蘇 安徽河南這一帶的部隊 用這條運河向南邊運輸 不過這條運河很重要 各位可以想想看 這條運河的貫穿 就是把北朝的領土跟南朝的領土 銜接起來了 對 基本上就已經完成了一個雛形 其實有一位學者的研究 我推薦給各位了 他的書 我記得大陸跟台灣應該都有 就是前旅美學者也是中英院的院士 全漢生先生所寫的 叫做運河與唐宋帝國 這本書本來是英文寫的 後來有翻譯 就把整個隋唐時期的運河的建設 做了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介紹 非常了不起的著作 後來對隋唐 一直到宋代的運河的研究 大概這本書基本上都已經很全面了 那根據全漢生先生 他非常細緻的考證 他認為整個運河的修建計畫 應該是在隋文帝時代 就已經有了 而且他已經開始做了 所以到了陽帝時代 其實只是把他爸爸 全國運河網的計畫 加以全部貫通而已 但是隋陽帝還有別的一些自己度標 比如說他修通緝區 通緝區是連接黃河跟淮河流域 其實這條河是隋陽帝 一級位沒有多久就完成了 各位可以想想看 哪有這麼容易的事情 一年之內你可以挖那麼長 哪有這麼容易的事情 你還要把水引過來 運河不是你挖河道而已 還要抓水平 應該還有通水問題 排煞問題 你還要測量一個地勢的高低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在隋文帝時代 就已經開始進行了 另外還修了一條江南河 江南河就是畫面看到最難的那一條 就是長江流域 跟南方的浙江這裡的 前塘江流域加以貫穿 這個也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他就促進了江浙地區的開發 尤其是唐忠烈之後 對蔡球流域這一帶 也讓許許多的人才往這邊動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他為了爭高低所凶的 這條叫永濟區 各位可以看 就是在畫面上最北的這一條 永濟區就是基本上就是連接 黃河跟海河流域 各位你看 中國幾個在東部的大河流域 全部都連接起來了 包括海河 黃河 淮河 長江 還有前塘江 全部貫穿起來 各位 帝國到此 任督二脈完全打通了 從現在開始 無論是調兵遣將 還是從各地御送物資 都暢通無阻 各位 這奠定了往後 隋唐帝國200年強盛的基礎 講到這邊 各位就應該可以想一想 為什麼阿佛大學竟然憑隨文帝位 帝治中國第一人 各位就可以想想看 這在古代來講是非常偉大的工程 他等於從實質上 心理上 完全終結了南北之間的隔閡跟障礙 所以我們甚至稱他為一帶大地 到此為止也都不為過的 OK 我想我做幾個補充 第一個是文帝當時在修廣通渠的時候 雖然修得很快 但是他們在修的時候就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沙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知道金位分明 大家不知道這個成語 在哪裡金水餵水 其實就在長岸附近匯流 所以遇到排沙問題 所以隨朝其實他們修運河 真的就是剛才我們提到那位天才建築師宇文凱 他很厲害 他的祖上是打仗的 他老爹是西位十二大將軍之一 沒想到這個小年輕竟然變成了建築專家 大家都能蓋 真的很厲害 還設計馬車等等 他真的是天才工程師 所以其實中國很多故事並沒有被挖掘 否則的話 你覺得達文西很偉大 中國也有宇文凱 對吧 不過這個有一個歷史意義 就是說這幾個貫通 包括像剛才填上山陽毒 他為什麼還刮他一個605年 因為587年挖通之後又再次疏通 大家有沒有覺得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 為什麼這時候蓋這個運河 看起來有一點當年秦朝修執道的味道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要讓整個帝國過去多國病例長期分裂 這個時候是南北分裂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你要怎麼樣把帝國重新在任都二脈打通 就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們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對楊堅後來的楊廣父子兩個人而言 如何能夠鞏固關中地區的統治是很重要的 因為關中地區我們剛剛講他才剛剛重建 你要剛剛重建的話 你各地的交通一定要打通 你物資一定要運的過來 所以這可以說是攸關到整個帝國的生死存亡 我告訴各位 這一些東西在隨代大致上搞好 但後來因為天下大亂沒有多久之後 唐代統一這些建設成果 基本上可以說大部分都是被唐代所享受 所以四個字吧 作響其成 對沒錯 這就是為什麼洋人會對水潮的評價超過唐朝運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文帝所規劃的三條運河 其實有一個關鍵 打破地理區的限制 因為我們之前有討論到水潮終結的400年分裂 在這400年分裂裡面 南方是一塊 大概以淮河情領為一線 北方也很有意思 北方是兩塊 很長的時間北方是兩塊 對沒錯 比如說在黃埔高原跟黃懷平原 各一塊 就各一塊 就是以太行商為界 西跟東是各一塊 比如說就有什麼前勤前淹 後勤後淹 所以其實不是只有三國時代有所謂的三國鼎立 很多時候三國鼎立是北方列兩個 南方列一個 你看北周北齊上講也有提到 所以這個貫通有很強的政治意涵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今天為什麼青藏高原要修這麼多的鐵路公路 大家了解 所以要想附先修路對不對 要想統也得修路 不管是陸路還是水路 就是如何要重建國家的統一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交通建設 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對所以400年的分裂是這樣的 剛才其實我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水潮開了很多水堂之先 也就是他終結了魏晉南北朝的一些制度 然後開了一個新的制度 當中有一個很有名是什麼 後來的三審六不治的前身叫五審六朝制 像五審六朝制到三審六不治 這個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對中國的觀念 稍微講一下 魏晉南北朝時代 尤其是北朝 北朝的政治制度一時之間其實很混亂 為什麼 因為改朝換代的速度太快 尤其是北魏分裂之後 各位你想想看 東魏西魏沒有多久 有北齊北周 另外雙方政治制度 還牽涉到家族的利益 就是我們剛講到了 過去這些顯卑 各個貴族家族集團之間的利益 所以政治制度並不明顯 大概要到了西魏時代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政治家 叫做書錯 書錯開始重新整理 整個北方的政治制度 這個整理的工作 其實也相當的漫長 大概到了水文帝陽間的時候 才算是全部完成 建立了所謂的五省六朝制 五省制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五省之後來就演變成所謂的三省六官制 五省包括內使省 門下省 尚書省 秘書省 內士省 另外還有六朝就是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所謂的利部 渡支禮部 兵部 公部 還有督官 這個督官就是什麼 就是後來的刑部 所以其實這就是後來 唐代的三省六官制的前身 基本上 後來到了唐太宗的時候 在魏征的努力之下 對 又把所謂的三省六部 又重新再加以整理起來 這個制度用了多久各位 所謂的三省六部制 名義上這個制度 大概從水朝開始 如果從水朝開始算的話 一直用到清朝末年 清末新政 對 清末新政之前 就是我們前面在另外一個系列講的 其實所謂的 清政改革之前 在中國整整用了 大概1400年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一個水文帝的政治制度 竟然在中國延續了1400年 貫穿大部分的地支中國的時間 我們合想而知 他的影響力有多大 我告訴各位 Max Weber 麥克斯韋伯 在他所寫的著作裡面提到 全世界只有兩個民族 或者說兩個帝國 建立了完整的官僚體制 一個是羅馬教廷 一個就是中國 洋人所指的完整的 複雜的官僚體制 就是從水文帝的這一套開始 你可以知道在洋人的心目中 水文帝是一個 何等偉大的帝國的奠基者 我們就可以曉得 除了官制之外 另外他還改革了科舉制度 你要有官制 那你要有官啊 那官哪裡來呢 其實在水文帝以前的時代 我們都知道 推行的是什麼呢 是所謂的九品中政治 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氏族 可是到了水文帝時代 一個新的制度慢慢產生了 科舉登場了 像水文帝怎麼會沒事去想出 這個科舉制度 有什麼樣的原因啊 讓他去想出科舉制度的出現 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水文帝會搞科舉制度 第一個就是在於說 雖然說官榮集團 他們擁護了楊家 得到了皇位 不過水文帝他心裡面 很清楚一件事 水能在舟亦可復舟 你氏族的勢力太過強大 他們今天擁護我建立的水潮 改天他也有可能 又有誰出來把我水潮給取代 所以氏族跟水堂王室 不論是楊家還是以家的關係 都是非常微妙的 既合作又鬥爭 方方沒有錯是合作 但是皇帝卻又時時刻刻想著 如何要削弱自主 就是皇權跟氏族之間的 一個很重要的矛盾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南北統一 南北統一之後 你要如何的凝聚全國的向心力 為新的王朝效忠很重 其實這時候北齊也被統一沒有多久 各位有沒有想過 大概才30年吧 這時候才統一不到30年 南方的成國根本不用講 我告訴各位 南方的成國雖然說 後來慢慢實力不如北朝 但是當時南方始終認為自己才是華夏陣 他們稱北方為索魯 什麼是索魯 就是留辮子頭 魯就是打魯的魯 索魯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南方他們認為 西漢過來是禁 然後東禁 快遷到南方 然後送其良城 我們繼承的是這樣的一個正統的系統下來 所以各位 水朝統一成沒有多久之後 成國境內就發生大規模的反叛 一方面是因為過去南方沒有管得那麼嚴 那水朝把比較嚴格的法律 跟地方行政制度推軟到南方 所以南方能起來反抗 因為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對北方政權的不認同 水文帝除了派楊樹 跟他兒子楊廣到南方去鎮壓的 其實主要鎮壓是楊樹 楊廣就是坐鎮在揚州 楊廣永遠是別人打仗 然後他在後面坐鎮 逃命 其實最厲害的是畫面上看到這位楊樹 可是楊樹在歷史上評價不高 這個我們待會再講 但是他其實很會打仗 打仗幾乎沒有輸過 所以水文帝他很清楚知道 我們要爭取全國的人心 很重要一件事 你要擴大政治參與面 我非常贊成 宇英時先生跟錢穆先生的看法 他們都認為 其實科舉考試非常有助於中國的統一 因為他讓知識階層 對帝國有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向心力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他就認為說 一方面削弱世主 二方面讓全國的世人 都能夠擁護新的中央政府 來讓中央政府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制定一個 公平的遊戲規則 所以水文帝 即位之後沒有多久 應該是在開黃二年 他就宣布廢除九品中政治 哇各位 九品中政治從朝魏時代開始用 各位 你可以知道這又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改革 我告訴你 水文帝沒有變法之名 但他有變法之史 我們可以這樣講 廢除九品中政治 選官不問門弟 規定各州每年向中央推選三人 參加秀才民進科等考試 這所謂推舉三人不看門弟 合格者陸用為官 到了水陽帝的時候又設禁師科 禁師科是根本把推舉這一條 都給給除掉 全國老百姓免滿18歲 帝國公民 沒有犯罪身家清白 人人可以參加 人人可以考 各位 這是在人類歷史上非常進步的一件 這是全世界最早的文官考試制度 就是在楊家父子手上建立 從此之後各位 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氏族 沒有完全被打破 氏族還是有若干優勢 其實也是因為這個制度造成 但是也就給了整個 鐵打不動的社會階級 可以說露出了一條裂縫 可以讓許多出身寒門的人 經由科舉考試成為官僚階層 科舉考試制度可以說順應了整個新時代來臨的一個政治要求 緩和了各地區 不同區域之間以及不同階層之間 老百姓之間的政治上的矛盾 使得他們可以對中央政府有更高的相信力 增強了政治效率 對整個帝國的統治有關鍵性的影響 我可以告訴各位 後來因為水潮亂了 水潮亂然後唐代 整個唐代很重要一件事情 政治上就是在改革科舉制 各位看這張圖就曉得了 我告訴各位 科舉制後來在唐代一直不斷在修正 不斷門檻不斷在放寬 然後考試制度跟內容也不斷的在增加 其中很重要一件事就是 我們為什麼唐師會興盛 武則天規定家世雜文 什麼是雜文呢 就是運文 簡單講會寫詩可以當官 這個就是影響之一 影響到後來整個文學的發展 這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你就可以知道科舉制度 對整個中國的政治產生 何等深遠的影響 一直到什麼時候各位知道嗎 1905年 清末新政 廢除科舉制 我告訴各位 17世紀的時候 西方傳教士 湯若旺這些人 到了中國之後 看到中國科舉制度 讚嘆不已 說有這麼好的一個制度 然後介紹到歐洲 歐洲到18世紀開始 有文官考試制度 就是從中國科舉制度模仿而來 我們就可以曉得 是這邊做一點小補充啊 為什麼一定要有一個新的趨勢制度 其實九品中正制 某種程度 他就是把貴族固化 然後給予一條必然上升之途徑 所以他為什麼對於朝代的忠誠度很低 這個大家了解 因為家族忠誠度比較高 對 變成這樣子 大家只有家族忠誠度 沒有皇朝的忠誠度 這件事非常重要 尤其當時全國統一之後 那我就問 過去南方的高門帝王蟹 這一些他們要怎麼處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王蟹門帝之高啊 連北方斯人他也看不上 你們這些都是所擄混在一起的 你跟我講什麼 都是協同不存的 王蟹他們確實出了很多能人 比如說大家知道大書法家王蟹之 他的兒子王蟹之 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 還有用兵千里之外 泰然治弱最有名的謝安 肥水之戰 但是到了這個時期 他們有沒有財能 已經完全跟現實脫離關係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怎麼去把這些新加進來的高門帝的 要怎麼去融合 儘管他們在喉景之亂當中 受到很大的創傷 不過這些人就除了王蟹之外 那其他的這些人怎麼統合 其實這科學制度 他為什麼要一直不斷調整 我想這隨文帝當時面臨一個 巨大的挑戰 所以雖然我們說了 隨文帝不愛念書 他本身教育程度也不是高 但是他是一個對於管理這件事情 非常在行 你可以把科學制度當作一種 獨創性的面世吧 可以這麼去想 好 當然除了科學制度的發展之外 我們還要再看 隨文帝他真的做了很多 你讓人想不到的事情 還有什麼 均填制 當然他其實是沉寂於前項的均填制 成績輸錯從西位以來的改革 其實就是余文帝 但是到了隨代 這更加的去推行 然後沿用到唐代 學長這個軍田制 是不是也跟我們解釋一下 好想一下軍田制 講軍田制就要講輔兵制 軍田制跟輔兵制的意義在哪裡 簡單說就是建立在 朝廷對田土與人口的掌握上 過去我們在施土失明系列 我們一直在講到這件事 對田土與人口的掌握 是古代的農業帝國的國力 興衰的一個關鍵 簡單說你的朝廷 能夠掌握多少的稅收 能夠有多少的人力 可以作為兵員 或作為公共建設的人力資源 就是你這個朝廷很重要的一個資源 當時我們知道 不僅南北朝時代 有所謂的不取益從制 什麼是不取益從制 簡單說就是衣服在氏族之下的 這一些電農 或者是他們灰下 存田在各地的飾品 那這些人 他們的戶籍跟土地 是朝廷中央掌握不住的 你們知道前面我們有講過 西魏跟東魏在競爭 就後來的北周跟北齊在競爭 一開始的時候 東魏跟北齊的國力 是超過西魏跟北周的 西魏跟北周就想說 我要如何讓自己的國力上升 那就是要做到我剛剛講 你要掌握田、土跟人口 所以當時輸措就建議與文太 乾脆做全國的土地跟人口的普查 然後沒有人耕種的土地 直接授予老百姓 然後重新編入戶籍之內 簡單說 這是一個大規模的社會經濟改造 各位 也是在削弱 氏族對中國基層社會的控制 這非常重要的 我們先講均田製 均田製基本上就是所謂一夫百姆 女子亦可受田 女人也可以受40亩田 其中男子會得20亩的永夜田 80亩的口糞田 什麼是永夜田 所謂永夜田就是 未來可以傳給子孫 就變成你的私有財產 這就扶植小製跟農製 另外一個所謂口糞田 口糞田大概80亩 生死還田 就是你死掉之後 你要還給政府 未來政府再重新來加以分配下去 就永夜田跟口糞田的差別 當時他的目的就是把人跟土地 從氏族的手上搶回來 這樣朝廷慢慢就搶大了 這第一個就是均田製 各位有了戶口 有了田地 人被綁在田地上面耕種 然後你每年繳多少歲 繳多少歲就是所謂的租庸調 租庸調在隨代也有出息 租庸調簡單說 就是田租丁庸戶調 田租就是每一年你的田上面的作物 一部分要繳給朝廷 丁庸就是你每一年 不勞役 就開鉤渠 修橋樑 修道路等等 戶調就是 一開始是說各地支的布 但是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布 就是你當地的土產 你有一些土產你要繳 不過這時候我們沒看出來 貨幣經濟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所以繳的還是食物跟老地 食就是實實在在的食 大家都說為什麼租這個字是何字盤 因為這真的是繳稻谷 稻米會小麥 就看你種的是什麼 對農作物 就是你各地農作物 另外還推廣到全國去 一開始主要是在關隆地區 後來平了北旗之後 就推廣到北旗地區 後來在平了城之後就往南方 各位這也等於鼓勵了一件事情 這有人去研究過 因為軍田制在垂塘 不斷的向全國各地推行 這也等於間接鼓勵 人口過多的地區的人民 往人口少的地區去做移民 就是我在這邊我田已經不多了 但是在別的地方沒有什麼人的 我去到那邊政府就會受田給我 我就變成一個有產的老百姓 其實這一定程度上也均衡了 全國各地的經濟發展 所以這個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輔兵制就是你的戶口已經清楚了 然後你的每一年的稅收也清楚 那你在土地上的老百姓 就有輔兵役的義務 簡單講就是你作為一個帝國公民 除了每一年政府給你田 你納稅給政府 扶勞役給政府之外 另外就是你必須要為政府當兵 輔兵制就是在全國各地建立所謂的折衝府 折衝府有點像我們今天在大陸 叫民兵司令部對不對 各地的民兵總部 我們叫做後備指揮部 對 後備指揮部 就是說平常耕種農賢的時候 要進行軍事訓練 簡單講全民皆兵 各位這個是很重要的件事 因為聖唐時期的武功 很重要一點就是輔兵制的關係 因為這樣所以政府不用擔心 有兵源上的問題 另外輔兵也變成老百姓出頭的一個機會 就是你除了好事之外 還有一個辦法 就是你在當輔兵的時候 為國家立的軍功 也可以獲得政府的官職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輔兵制是很受到歡迎的 各位這跟科舉制度的效果 有一點很像 就是他基本上也增強了 各地人民對帝國政府的相信力 我們可以這樣說 朝廷的存在感大幅的增加 對沒錯 當然除了以上這些制度 還有一個東西叫改革 是什麼是法律 隨朝 隨律非常重要 而且隨律尤其是開黃年間 因為我們知道文帝的年號就是開黃 所以有所謂的開黃律之稱 這開黃律基本上成為 隨唐加上以後各代的法典基礎 四百年的統一並不是只是單純的 在政治上的統一 他有很多要推行 因為經過了四百年的大亂 太多制度亂成一團亂 各朝不要說別的 三國時代位屬 基本上很多制度就已經開始不一樣 更別說後面是越來越分裂的狀況 像開黃律對於整個中國的法治體制 有什麼影響 各位你想想看帝國統一了 法律必須要統一對不對 如果你法律不統一帝國怎麼統一 是不是 這很重要 就學弟剛講到一個重點 分裂太久了 各地都有各地的法律 各國有各國的法律 另外還有更慘的是 各地的氏族還有不同的家規 各位有讀過嚴世家訊嗎 有讀過嚴世家訊就知道 那個家規其實它的效率跟帝國法律差不多 各位你想想看 各地的氏族有自己的家規的結果 就是這個國家實質上是分裂的 對 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法律制度 那隨文帝在國家統一之後 他就命令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人 可以說整個大水王朝的靈魂人物 非常重要的政治家高窘 高窘真的是太重要了 我告訴各位 前面我們剛講到運河 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全國的運河網的修建計畫 也是在高窘手上完成 各位你看這個人實在是太了不起了 待會我們可以舉一些例子 就是看史書怎麼講他 在高窘的主持之下 以北齊北周的法律為基礎 後來因為平定的南方 又參考南方成國的法律 高窘找了另外一個 也是非常熟悉各國制度的一個名稱 一起來制定 這個人是誰 叫蘇薇 蘇薇的老爸就是大名鼎鼎的書錯 很難講 就在這些人的努力之下 從開皇元年開始編了 大概到開皇三年的年底 就全部編撰完成 開皇律現在有完整的保留下來 後來唐代的時候 長孫無忌的唐律譯書 基本上就是以開皇律為基礎 又加以做了一些改良 開皇律總共分12卷500條 開皇律現在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去圖書館都找得到 刑罰分為死刑流刑圖刑葬刑痴刑 另外還簡化了律法 就是過去在北州北極或成國當中 很多規定不明 玩文字遊戲的地方 他基本上把它去掉 各位如果有興趣看知識通見 或看水術會發現 隨文定陽間講話非常簡單 不會咬文嚼字 也從來不會以經據點 我告訴各位 陽間還有一個習慣 他是我們今天話講 叫數字控 他只看數字 你告訴我 你可以繳多少人給我 多少稅給我 用西方的 用西方的標準來講 他是實用主義政治家 所以他對學術沒有興趣 他只關心你政策 執行之後 能給我的帝國帶來多少好處 他只在乎這個 各位 隨律影響到唐律 唐律影響到宋律 宋律影響到大明律例 後來大明律影響到大清律 我們可以說 後來中國歷朝的所有的法律 一直到了清末 開始重新建立西方式的法典之前 基本上中國的法律 就是從這個系統一路綿延下來 所謂的世界五大法系 各位知道嗎 歐洲大陸法系 英美法系 印度法系 阿拉伯伊斯蘭法系 中國法系 中國法系 我們可以說十足就是從水律開始 我們可以這樣講 水律的推動也象徵帝國的統一 也象徵帝國的政治制度 跟基層的行政管理制度 更加上回到 OK 另外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講了文帝這麼多厲害的事情 架不住一個他的致命傷 就是他的帝國非常短命 這個被人家常常比你為說 秦在跟誰畫上等號 開國皇帝 英明神虎 但是他也有一些短板 但是他的繼承者 一下就把帝國敗光 但事實上如果就其所以 是可以了解到 有其共通性 被掌利誘 但又發生了什麼故事呢 為什麼我們剛才一直提到的 隋陽帝他到底是怎麼上位 造成這個帝國短命的因素 真的是在這裡嗎 我們稍微講一下知識通見記載的 隋陽帝大業五年 基本上不論是人口戶口 就到哪顛峰 甚至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當時隋文帝還在洛陽 建立著大型的糧倉 挖到地底好幾層 儲存各地的糧食 我告訴你 開皇年間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就是全國年賦一年的大豐收 然後糧倉都已經滿了 滿到什麼程度 滿到當時帝國的糧倉儲糧 可以供帝國使用50到60年 這麼強大的一個帝國 竟然就亡國了 因為他有一個能力更強大的兒子 超級敗家子 楊帝楊廣 楊廣為什麼會即位 那他為什麼會把帝國弄成這樣 這當然已經跨到楊廣的部分 我們就先講一講 隋文帝為什麼會傳位給楊廣 這就暴露了三個很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隋文帝本身 性格跟他的能力的問題 沒有說隋文帝是一個實用主義的政治家 那隋文帝他的文濤武略 他的外交手段 另外還推動各種的改革 都取得很好的成績 但隋文帝有一個非常大的弱點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當中提到 隋文帝 因為他沒有受過太多的教育 所以他的帝國缺乏一個遠大的理想 沒有錯 對隋文帝來講 我們看整個 不論是誰書還是知識通見 都講得很清楚 隋文帝只關心一件事 就是我的帝國能夠賺多少錢 就是除了追求財富跟權力之外 隋文帝似乎沒有更高的一個理想 已經到這樣地 各位這是不正常的 任何一個偉大的帝國 一定要有偉大的文化做支撐 你經濟成長可以讓帝國變大 但只有文化可以讓帝國變偉大 我舉一個例子 各位就知道了 隋文帝開皇之治 如此輝煌 沒有編任何一部拿得出來的重要的連擊 我們知道 南北朝時代所有重要的史書 都是唐朝修的 是 隋文帝對這件事情一點興趣都沒有 所以他有這麼富裕的一個國力 他竟然在文化上沒有追求 這個要負責任就是隋文帝陽建 陽建到了晚年之後 就開始發生了一些問題 他變得非常的刻薄寡恩 然後性情就變得非常的猜忌 我們知道他已經沒有更高的追求 那帝國更富強之後 下一步該怎麼辦 這個帝國該往哪裡去 就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隋文帝早年的時候 是立了他的長子太子楊勇為太子 各位楊勇在歷史上對他的評價 其實這個人評價還不差 認為這個人寬宏大度 但這個人有個特點豪放不羈 不喜歡掩飾 他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隋文帝年輕的時候曾經很得意的講 我們楊家骨肉絕對不會互相殘殺 宇文家那種事情我們家不會發生 因為我五個兒子都是同一個老媽生的 這是證明在政治權利面前 你五個小孩都同一個媽生的又如何 奪敵的事情一樣發生 這是他整個政治結構 還有隋文帝觀念上的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隋文帝到了晚年 他沒有一個接班的部署 各位這很重要 事實上一些老臣雖然說逐漸凋謝 但也還有存在 比如說我們剛前面講非常重要的 高窘還在楊樹也還在 他並沒有給他的太子準備一個班底 就是未來如果有一天我走了 這個帝國交給下一代的領導人 我要如何讓這個狀況可以平穩過度 如何讓我的帝國能夠長治久安 他並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劃跟想法在裡面 相反的他還對他的兒子 尤其是逃放不羈的楊勇 有許許多多的猜忌 楊勇逃放不羈 所以他的妻妾很多 這一點也讓一個人不喜歡他 誰呢 就是他的老媽 獨孤前羅 獨孤前羅最恨男人 有太多女人 這是他很痛恨的事情 Only one Only one 14歲就要求他老公Only one 你可以了解這個人的性格 對 楊勇其實有別的妻妾啦 但是似乎在歷史上 我們看不到他跟別的妃子有生小孩 這就很奇怪了對不對 那詳情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不知道 不過合理的推測就是恐怕是 獨孤皇后的關係 他可能不准別的女人 生下隋陽帝的孩子 這就變成一個問題了 然後據說獨孤前羅很不喜歡楊勇 越到後面越不喜歡楊勇 因為楊勇女人太多風流不及 楊勇形成一個對照組 就是禁王楊廣 我們知道楊廣他在平成的戰爭當中 擔任名義上的總管就是所謂的行軍統帥 立下戰功 後來南方城又發生了叛亂 他帶著大軍進駐在廣陵 廣陵就是今天長江北岸的揚州 其實真正到江南去打仗的是楊樹 他跟楊樹在江南待了快兩年 這兩年據說他們兩個人 就協成了政治上的一個聯盟 楊樹比起高窘是有權盟的多 高窘就是一心一意 想要說維持帝國的一個平穩的過度 所以高窘多次在朝堂上跟獨孤皇后 爭鋒相對 獨戶就講楊勇有什麼地方不好 高窘就出來說應該要好好的栽培太子 愛護太子 而不是猜忌太子 這件事情讓獨孤很生氣 當年讓近王楊廣也不高興 我可以告訴各位 高窘還做了一件事情讓楊廣非常生氣 哪一件事情各位知道嗎 就是當年平成之後 本來楊廣是要把張立華帶回家的 只高窘立足這種禍水必須要當場斬首 高窘就把張立華殺掉了 這件事情也讓楊廣懷恨戰情 不過我跟你講楊廣是個偉大的演員 如果在今天的話 應該有資格拿奧斯卡獎的 他幾乎所有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他身上 千功有禮 禮賢下世 而且對太太非常的專情 對父母非常的孝順 對他的媽媽極盡巴結之能事 據說長得也很英俊 比起他那一個豪放不羈 毫不掩飾的哥哥 他的演技實在是強大太多了 後來果然慢慢就動搖了 刻薄寡恩猜忌成性的水文帝 終於在幾次的這樣一個衝突當中 終於水文帝就決定異處 獨不皇后也不斷的催促水文帝 必須要換掉太子 就把實際上真的是沒有做錯什麼事的楊勇 就把他換掉把關起來 這實在是整個帝國的一個轉類點 各位這個楊廣的能力有多強 就是他爸爸建立全世界最富裕最強大的帝國 他用了14年就把這個帝國消滅了 你就可以知道楊廣的能力有多強了 所以異處這件事情的根本原因 是因為隨文帝這種刻薄寡恩 而且猜忌的性格所造成的 異處這件事情其實也就註定了 隨文帝這一生的奮鬥 辛辛苦苦建立起來富強的帝國 其實也就進入倒數計時的階段了 我們可以這樣說 中國史家對隨文帝的評價沒有那麼高 其實我們也不那麼意外 尤其從宋代之後 因為他不符合儒家的價值 像我們剛剛講的 錢穆先生就是典型的 民國時期的大儒 對他的評價就是保貶各半 另外從宋代之後你想想看 儒家的道德套在良心人身上 許多都是不符合的 比如說他是篡位得位 另外他得位之後 也大肆突入宇文家族的人 其實坦白說宇文家的人 除了網內互打之外 沒有做過什麼壞事對百姓 尤其是北周五帝 北周五帝其實是皇帝 這些事情都讓陽間悲傷的 不忠不辭這樣的一個評價 他的確是不辭 他後來對他的大臣也非常的刻薄 他的大臣有些病死了 有一些後來也沒有什麼好的下場 我們可以這樣講 所以陽間他也沒有一個長遠的眼光 為帝國辦事開太平 這是陽間很大的一個問題 不過像我們後面這1000多年後 我們來看其實陽間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個人認為 就是他的教育程度不夠 簡單說這個人精明幹練 數字控 能力非常強 但是這個人就是文化水平不夠高 就是造成他後來發生一連串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剛才學長講得非常好 講白了他就是學習沒那麼熱忱 最後我們來講一下 沒有為帝國保下接班梯隊就算了 那幾個古工大臣還屢遭猜忌 比如說剛才講到萬能的高炯 在後世評價很高 唐仁怎麼評價他呢 唐仁李延壽寫北史的史學家 他就說炯有文武大略 明達政務 集蒙任際之後 結成禁節 敬飲真良 發天下為己任 哇你看寥寥數語吧 他基本上又能文又能武 還可以做正事 這不就是漢出三節三合一了嗎 沒有誇張 太厲害了 而且重點是他忠誠 當朝執政20年 大家認為他是真正的宰相 而且實至生平窘之利也 就是說當當時的天下太平 朝野推伏物無異議 這都是高炯的功勞 後來被殺的時候 天下都很惋惜 稱他是冤死 所有奇策良盟及損益時政 窘皆卸稿 就是說所有這些奇策良盟損益時政 都是他做最後定奪的 對 沒錯 代無知之者 就是說他從來沒有懸戴過 所以損失了高窮對隨文帝的帝國 是非常非常的傷的 在文帝晚年他就已經不受信任了 你看剛剛那一段話 你們就知道 幾乎所有開國的重要的大臣 都是高窮拔桌起來的 可以說隨文帝的核心是高窮 高窮又找了一群人 來建構了一個核心的朝廷 我們甚至可以說隨朝 基本上的冰魂人物就是高窮 最後高窮落得這樣的一個下場 其實也就是隨朝最後很快的時間 就崩潰的一個縮影 我們可以這樣講 重點是他不喜結黨 對 天下為公 所以楊樹在搞結黨還沒搞結黨 但是楊樹也是被楊帝猜忌 最後也是一月二十 對沒錯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家族就是猜忌的家族 所以最後憑隨朝找誰憑呢 找最會反省自己的李世民來憑的最好玩 這根據唐人無盡所寫的 爭官政要卷34變新王 就是在爭官朝廷上的一段 爭官二年的時候 唐太宗就跟黃門士王規就講說 隨開皇十四年大漢人多姬法 適時倉庫營益盡不許政極 乃令百姓主兩 就是說開皇十四年天下大漢 倉庫滿到不行 結果不給人贈災 大家惡的要死 文帝不連百姓而襲倉庫 你說隨文帝很奇怪 不連襲百姓 但是這更是他的倉庫啊 筆字末年啊 記天下儲糧得供五六十年 天下儲糧得供五六十年啊 整個帝國喔 不是唬爛喔 然後楊帝呢 誓此復老 就隨楊帝繼位之後 就太有錢了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啊 隨文帝最後據說是楊帝殺死的 然後打開那個倉庫的時候 看到哇 眼珠子都掉下來啊 沒錯 太有錢 所以奢華無盜遂至滅亡 楊帝失國亦此之有啊 你有沒有看到 沒錯 這一段的評價 太宗的說法很簡單 就是你這個性格導致了你的帝國 楊帝算是失國 但是是你文帝害的 對沒錯 這個說法基本上沒有問題的 其實隨朝到了末年 我剛一再講 這個帝國沒有一個更深遠追求 似乎累積財富 即使手段也是目的 他已經存了那麼多錢了 他還是覺得不夠 華北地區發生旱災 他竟然不開藏震災 我告訴各位 國鳳子後來天下大亂很多年 李渊父子打敗了王世聰攻下洛陽之後 把洛陽的股倉打開 竟然裡面都還是滿 對而且都腐爛 對都腐爛了 所以當時李渊就覺得很奇怪 說怎麼會這個樣子 這麼多年餓死那麼多人 結果竟然這一些隨朝的官員 從隨文帝開始 一連串竟然都不開倉震災 眼睜睜看著老百姓餓死 所以這個朝代就是到了後來 就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還是回歸到 當年賈儀說秦朝素亡那句話 用在隨朝上面還是用得上的 人意之不思 攻守之士義 就這麼簡單 你不幹好事 最後就不會有好下場 所以總是那句話 人類唯一學不會的教訓 就是歷史教訓 歷史總是會輪迴發展 其實當然也沒有那麼絕對 不過我們必須說 從文帝之素亡 就是隨之素亡 其實大家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很深刻的道理在裡面 我想我們討論這麼多皇帝 文帝兩面性 大概精彩程度是可以跟朱元昌來畢美的 但是兩個人卻做出截然不同的 正如我前面所說的 朱元昌時時刻刻刻苦自立 而且他真的想為萬事開太平 他到了什麼程度 他所有的兒子通通赤字號 就是排自備 譬如說最有名的是朱棣這一期 因為後來他們當了皇帝 高瞻其見佑代季後才有 但是大家知道嗎 他給太子朱標這期刺的簽文 這是什麼 允文尊祖訓 就尊照我的祖訓 大家就這樣幹 真的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到 這就是一個帝王 他的一個性格 他的影響之深邃 這個非常有意思 我們可以這樣講 所以今天這個故事是非常非常精彩 我想文帝我們花了兩獎 其實真要談 談個五獎十獎 可能也談不完 絕對可以的 但是精彩的故事我們就聊到這裡 最後還是要請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然後幫我們加入會員 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也歡迎大家可以用超級留言 超級感謝 或者是濾劍 PayPal 郵局 微信來給我們更多的糧草 我們今天再次謝謝王立本學長 謝謝學長 謝謝學弟 謝謝所有的朋友 謝謝大家 我們就下一期相見了 拜拜 拜拜 好